哈囉大家好我是屑屑 繼上次呢 東咖啡店巡禮之後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欣賞日本之旅 就是北海道之旅 北海道這一次呢 我總共去了四天三夜 那其中第一天呢 我是去到織屋湖 做了滑船的體驗 這樣滑船呢 跟一般的滑船不一樣 它是坐在底部 是完全透明的船上 然後在非常漂亮清澈的織屋湖上 滑著船 然後欣賞織屋湖的整個風貌 那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跟你們分享了 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當天的情況吧 就要吃我嗎 幫我喝奶茶 好嗎 是不容易 好嗎 我就是不容易 不容易 太亮亮了,但我都看不到自己長怎麼樣了 因為天氣實在是太好了 哦~~ 愛犬民族 北海道和大森園的東北愛犬 北海道愛犬的地方 林郭有很多人嗎? 是沖縄的地方 有陽光,但天氣就是很涼 今天是要體驗一個非常厲害的行程 就是在湖上滑透明的船 到了到了 就是這一間店 這樣吧 一人一枚描述,再用一枚描述 嗨 現在 要看到我身上穿這個救生衣 我們現在要準備要去那個划船的地方 這次就是所謂的 坐在湖上的感覺 是真的 下面是透皮 接著 坐在湖上的地方 坐在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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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全胸出史 冷面 長得很固定 如果動物 在這裡有1個分 哇! 超級的! 這裡有250m的地方 就是這裡有1個分 一気に深くなる 所以大家看看 這裡有1個分 好可怕 我們快到目前 這個真的好好玩 我們一開始來的橋下的地方 他慢的滑回去 或許你在旁邊玩 對啊 對 以下就是知屋湖滑船的一個分享體驗啦 我個人覺得讓我最印象深刻的部分 就是當滑到斷層的時候 看影片我不知道感不感受出來 但是當我當下體驗到 那個岩石的斷層下面是一大片的未來的時候 其實那是有點恐懼的 當時是有一點緊張 但是又很興奮的 當然因為有專業的教練在 所以呢 他們都會給正確的指導 如果是不去做他們禁止做的行為 是不會輕易翻譜的 只是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真的是看到那種大自然奧秘的感覺 然後看到拍出來的影片的時候 那個深不見底到就是拍不出東西的那個場景 其實也讓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的酷 非常開心今天可以跟你們分享這支影片 那我會把相關連結貼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去Viltro的網站看看 那除了這個植物湖的滑船體驗之外呢 在今後的影片 也會有相關的北海盜之旅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呢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OK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啦 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也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大大的讚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們還想要看我去什麼地方旅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OK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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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